我可能无意间解决了一个黑苹果的历史遗留难题 来来我带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一台最新的笔记本 14代的爱妻 这是一个游戏笔记本 老伙计们最喜欢的4060M的笔记本 这种笔记本肯定不能装黑苹果 对吧 10代以后的笔记本大家就不玩黑苹果了 是不是 但是你来看这 这啥 苹果啊 我这没完全调好啊 所以我先用这个外接键盘 我插的是这个电脑 看到没有 大家看啊 看咱的笔记本啊 看看一下信息 i7 14650HX AMD RADIEN RX 6600 16G 内存 然后就是我的这台笔记本 这咋能夺来的啊 你看啊 这电脑现在都有雷电接口 然后我一想 那你雷电接口 插个雷电的显卡 你只需要把雷电在麦克下 给它驱动起来 那显卡不就驱动起来了吗 于是成功了 独显 显卡随心化 Windows Mac 双系统 想怎么用 怎么用 想插什么显卡 插什么显卡 真正做到笔记本 Mac Windows 平全 真正做到笔记本电脑 显卡模块化 那个平板没开机是吧 双系统是吧 先保留一点悬念啊 等我调好了之后 再跟大家详细分享 现在要求老伙计们 赶紧给我点赞 赶紧关注啊 期待老张的下一期 黑苹果整活视频